看这个风 整个车在晃 你看那个水瓶子 都吹着在晃 天啊 到处都在摇 感觉像地震一样 这个风太吓人了 这个风行车的话就真的很吓人 天啊外面狂风大作 我们刚起来啊 我们现在昨天晚上停车在这个 吐鲁番服务区 早上这一起来看 我先站到这都晃 风太大了 房车里的东西挂的东西都在晃 昨天晚上在这睡哦 真的是太冷了 我们自驾游出去一年多 第一次感觉到睡觉这么冷 昨天一直开着电热台 开到最高档啊 前半夜几乎都是冻着的 蜷缩着的 直到后半夜才感觉到 电热毯的温度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电热毯 放这里面太久了 还是太冷了啊 后半夜稍微再暖和点 早上我俩穿衣服 都是把衣服先塞到被窝里 暖一暖 然后就在被窝里穿衣服 太冷太冷了 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准备啊 没有来得及去加那个 零下的那个附的那个柴油 我们之前是有那个 半箱子那个柴油 昨天试了一下 打不着啊 估计还是因为温度太低 要加零下的那个柴油才行 所以我们柴奶也没用上 昨天一晚上就靠那个电路的 但今天我里面穿了个毛衣 外面又穿了一个卫衣啊 毛裤也穿上了 真是太冷了 我们本来准备洗漱一下 就赶紧出发 但是这个风太大了 必须得这个风停啊 因为这个风对这个拖挂房车 影响还是很大的 希望它能快点停 风太大太大了 这家好像可以做核酸啊 不行待会我们在这也把核酸给做了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40了 因为这道可以做核酸啊 这个服务区 所以我们打算在这做个服务区再走 因为在这个路上最好是每天能做核酸 出江每次要看24小时核酸嘛 所以要是那一天后面可能就会有问题 但是好冷你看 把你自己在这跳 跳一跳 太冷了 你看这会儿拍出来的太阳 像个大饼 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欢迎来到我们房车环游中国之旅 我们的第四站正式又开启了啊 现在已经是11点20 我们刚刚已经把核酸做完 然后也加满油了 现在又可以出发了 我们昨天跑了198公里啊 看了昨天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昨天确实很不容易啊 我们出江的路 就是从我们家导航到那个新兴霞服务区啊 对 有788公里 昨天跑了200公里 后面的话我们今天跑一半 明天再跑一半啊 所以今天我们最少要赶到一个二宝停车区啊 嗯 那个地方离我们现在这有358公里 对吧 嗯 其实如果对一个前车来说啊 光开一个前车的话那很轻松 嗯 但是我们在这偷挂这边风特别大 所以我们可能在如果路上还有安检的话啊 我们可能速度要慢了 嗯 但是今天一定要赶到那儿 不然的话我们出江必须24小时的核酸嘛 对 我们就明天的话就计划就赶 就赶核酸就该不够用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到了二宝服务区 明天 然后在那个哈密服务区做个核酸 然后紧接着就 明天就就要出行一下了 那就彻底出江了 出江就会好了 对 这出江的路真不容易啊 真的是 太冻了 朋友们房车真的不适合去冷的地方 昨天我们的房车里边就跟冰窖一样 冻的实在是受了 晚上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头露在外面 觉得脸都是冻的那种感觉 昨天一点都不夸张 我蒙着头睡了一晚上 嗯 因为哪怕头顶露到外面都感觉到又凉风了 太冷了 第一次提供到睡觉的那种动脸的感觉 嗯 好了 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又继续出发了 走着 水 这边风太大了 就听着噼里啪啦的沙子 打到车声的声音啊 然后我们的车都晃了 都在摇摆 我还听着沙声音都大 我现在只能没有超过60瓦 慢慢的跑 只能慢慢跑 天呐 我感觉前车后车都在摇摆 这块的风区真的是风 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现在的实时油耗能达到 百公里19.9升已经爆表了 对 这风大到今天的油耗特别高 我还想着天这么晴了会好呢 结果这风这么大 风太大了 开了很累 稍微紧紧把这方向爬 因为两个人拖个拖挂就是的 所以如果要是开拖挂房车的朋友们 遇到这种大风速度一定要慢下来 对 不管多着急速度都要慢下来 嗯 要不然会很容易出一些 我心疼把我的车漆别给我打掉了 看左边这辆车 弄了一个大分车的车翼 哇这地方风可能太大了 对 侧翻了 这边风太大了 翻了两辆车啊 好可怕 我们刚过了一晚全服务区啊 紧接着这边就遇到拥堵了 然后看着这吓一跳 长度8公里 预计三个小时 天哪 不是吧 这要再堵三个小时 今天又好晚了 嗯 现在都已经四点了 我们今天想的还是能最好跑到哈密服务区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明天离那个出行星辖就近一些了 而且哈密呢 还可以再做一次核酸 嗯 离哈密现在还有一百多公里 一个小时了啊 看 马上五点了 然后我们现在往前面一丁点都没挪过一下啊 天哪 而且这辆的风太大 太冷了 嗯 我们空调开着 但是特别冷车里 因为他现在这边分太大了 你看水温都起不来 这刚刚才起来了一格 前面一直都是 只有一格 刚刚又起来一格 现在两格 特别冷 如果这个要是堵到晚上啊 风越来越大 朋友们现在五点四十 堵了将近两个小时啊 就是 是啥原因啊 就是两辆大货车并排坏了 不动了 动坏了 这一开起来 你看水温一下子上来一半 嗯 刚刚我们在那开着那个啥暖风都不行 特别冷 你要把衣服都裹上 穿的绒服 还是特别的冷 刚刚下车去到那个房车上去拿衣服 这个门开了以后关不上 对 风打的怎么样拉都拉不回来 都拉着他的胳膊 把你在这边拽着我 我这个胳膊拽着门就死活拉不上 我天哪 风太大了 太难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呀们我们现在到了啊 把这个车这一边停了一台车 停到这了 这是哈密服务区 看到吗这边下雪了 哇地上一层雪 然后特别特别的滑 走路都都容易滑倒 像我们这种没雪地开的 还拉着拖挂的 得赶紧出青江 这边比我们昨天呆的那个 出路番服务区还冷啊 这边刚刚车里面显示是零下八度 今天晚上又该是受冻的一夜 天啊这房车里冰的 看毛巾都冻得硬邦邦的 我们倒点烫水洗一下 花也冻了 哇也冻硬了 这花要死了 你看冻得硬邦邦的 这水桶里 这水桶里哇也都是冰了 这全是冰 天呐今天晚上太冷了 今天晚上比昨天还冷 快受不了了 啊以后大家记着啊 自驾游的话 如果睡车里的话 哎呀不要到这么冷的地方 太受不了了 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咋睡的 底下电热毯压了两床被子 因为两床都是薄被子 把后衣服四件全压上了 我们实在冻得受不了了 还一个呢就是太冷了 我现在手就这样放到外面都冻得不行 今天晚上肯定剪不了视频了 哎又拖了一天朋友们理解一下吧 实在冻受不了了 我们就早点休息了 晚安 晚安 晚安